然後這時候你的瓶子卡到 要稍微往後退一點點 我們今天就先把雲梨車升到最高 而且上面風還有點大 對 其實滿快的 你看 全款 對 你看就會趕緊坐牽牆 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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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我們今天來到新北消防的巴黎分隊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的教官 袁凱 待會呢 就是從我們大隊常訓 到我們日常的值班的情形 都可以讓大家做一個體驗的部分 我們就擔那個苗子手 好 那我們苗子手的話呢 要背我們的攻擊包 跟那個延伸水線 還有拿我們的橋棒 來 準備 好了 好 走 這邊 跟著我 走 怎麼會這樣 剛才剛忙吧 剛才剛忙吧 這時候呢 我們要站著自己的 外面在那裡 很大 換來 很大 換來 瞄準啊 怎麼都要轉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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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換來 快死 快死 只走 只走 那個人球 要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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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翔 來 阿翔 等一下 要不要走 氣氛還好嗎 我覺得真的 還真的一個人 有堅持到六龍伴 你第一次表現這樣 身體做的嗎 下次可以再來挑戰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再進行下一個小鞭蝦 對 身體旋轉 對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搜索室 模擬我們進火場去搜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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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我們都在爬 對 發現轉不太過去 再往下 然後頭先往下 對 好 對 然後這時候你的瓶子卡到了 要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它卡到了 對對對 讓身體旋轉 對 對 好 腳彎區 對 腳彎區就下去了 從剛剛進來那個洞出去 這樣你就可以變成腳向下 對 腳向洞 不是 反過來 反過來 轉 不是 轉 坐著然後轉 對 沒錯 然後腳朝 腳朝要下去的那個洞 沒事了 幫它解開 沒事了 沒事了 不要 不要緊張 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來 你吸 你吸很急 沒辦法呼吸喔 現在這個狀況就已經進入右邊點矩陣了 調整一下呼吸 調整呼吸 對 調整一下呼吸 假設你現在已經在右邊了 假設你現在已經在休息 都一樣到剛剛的節奏 對 要往前嗎 對 其實我真的 現在還沒辦法說什麼話 因為我好喘 可是我發現我到一半 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吸不到那個空氣 那吸不到氣的感覺是不是 那是緊張 對 緊張到吸不到氣 你剛才覺得是眼睛繞閉起來 那有感受到這輩子 你死亡這群 對 真的還沒有感受過的 好 休息一下 我們才有下半場 把你的膝蓋放到手肘 膝蓋放手肘 那我們接下來帶浴光 體驗我們就是 平常的訓練的其中一個項目 為了配合 對 需求我只好 對 YA YA 哇 六塊肌 準備 要做雙膝碰雙鼠軸 所以它的操作是 要這樣子 就是我們起來的時候呢 要把膝蓋碰到雙手手軸 這是需要說比較符合我們平常 可能需要說 我們要做爬上去啊等等 需要做一個攀爬的動作 所以它不只手臂 背力 還有核心 喔 都需要用力 OK 好 試試看 好 把你的膝蓋碰到雙手肘 哇 膝蓋碰手肘 哇 好 這是比較符合我們 就是可能日常會需要 因為其實我們 如果說需要做攀爬的動作 它不會只是一個 上半身的一個伸展 它可能會需要我們 下肢收縮起來 才爬得上去 所以 這個動作會比較符合 我們平常的需要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把雲梨車升到最高 其實它最主要的難度在說我們要如何第一時間到達我們要的那個樓層 而且上面的風還有點大耶 對 其實蠻快的 你看最高度 你看最高度 你看下面的攝影師 看這高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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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升到最高之後會先往旁邊稍微轉一下讓你感受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靠近建築物的感覺 哇 這個 我這樣真的不敢往下看 我這樣真的不敢往下看 好 我們就大概到七樓平行 所以你們平常做人就會要直接這樣跳到 可能需要 就是看環境需要 那但是我們會綁確保神的 那如果我是需要往前跨 我可能會把確保的位置定在這裡 喔喔喔喔喔喔 對 但我在街面這邊 對 因為我確保好 如果民眾踩滑了 我撩住他 才不會掉下去啊 確保自己就是在確保患者 已經有一點緊張好 身體有一點僵硬了 因為上面真的蠻晃的 回到地面囉 好 OK了 音樂 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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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大概 對 其實蠻重的 我想請教官來幫我介紹一下 後面這輛消防車 還有哪些特殊的器具 像這一個東西 它叫做 圓盤切割機 那它就是適用在一些 可能有鐵皮屋啊 那種鐵捲門的工廠啊 我們要破門使用的 這樣拿著嘛 那你只能穿 喔喔 基本上就會這樣子做切割 我這樣做是最最好 對對對 那你最正常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大概 對 那就是鐵捲門 其實蠻重的 很重啊 對 那這樣有鐵捲門的話 我們就是這樣 下去這樣 好啊 OK OK 其實那個轉速這樣 油門吹下去 其實蠻療癒的 療癒喔 沒有 它做起來很重啊 對 這個也是屬於一個 對 破門的工具 那它可能就是 比如說可能那種喇叭門 或是那種鐵門 我們可以直接就是 敲啊 斑啊之類的 假設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做敲機的動作 讓它敲出去門縫裡面 對 那把縫變大 那縫變大之後呢 我們這一隻呢 就可以拿過來 伸進門縫裡面 然後做一個過門的方式 就是類似開罐頭 基本上我們通常都會用兩隻 共同搭配 那這一隻大概 重量多長 這隻應該大概 五公斤左右 喔喔喔喔 這隻就感覺到重量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 坐在救護車裡面 那聽說我現在 坐的地方就是 平常 平常病人坐的地方 對 還叫單駕這樣子 在這坐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逐漸找到 對於這份工作的熱情 有啊 比如說出火警啊 還是什麼跳樓啊 還是什麼勤務的 對啊 或是救你 那你會覺得說 可以幫到人 這一個東西 就是蠻快樂的 雖然說它可能有時候 壓力真的很大 但是我覺得 相對你在工作上 可以找到 就是那一種滿足感 或是幫助人那一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心靈的滿足吧 成為一名消防員 他需要什麼樣的特質 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 你的抗壓性要很好 也要對自己很苛求 對 因為太多新的東西 跟專業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要自己 一直去精進自己吧 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 真的是靠運氣啊 也是看天吃飯 對啊 真的哪一天 出什麼 就是比如說 重大障礙什麼之類的 對啊 我們只能就是 把自己本分 然後我可以平常努力的 我做好 對啊 剩下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是老天爺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多意外 對啊 常常就覺得可能 有時候發生什麼意外 或是可能你聽到 有些同事什麼受傷 還是怎樣之類的 對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一個看天 在工作的一個職業 那會不會希望 是你的消耗成為消防員 還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壓力真的滿大的 對啊 對啊 真的就太多事情 你可能真的有時候 你準備也準備不及 以前又有人問過說 那你看到說 救護現場或救災現場 可能很危險的狀況 或是說 這個人可能就是 流血啊或是什麼 就是看起來很嚴重 很噁心 你不會覺得怕嗎 那我覺得說 其實因為當下 我們第一時間想的是 我要怎麼去救他 那我要怎麼去搶救這個災害 所以其實 第一時間我們想到的 並不是害怕 而是你要如何去 把這個工作的使命做好 那如何去幫助到人 正確的去踏出一步 去幫助別人的那個心 我覺得是需要有的啦 就是那份正義感 然後去確認 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們來協助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 你真的累了 那你需要好好休息 可是又警鈴響了 那你就是還是得 忍著咬緊牙關 還是要出勤 還是要去做事 我覺得說 那種危急的時刻 你就是會 除了自己逃命 可是你會心細著 就是跟你一起去救災的夥伴 就是那種真的會遇到 那種就是 生死一瞬間的那種狀況 今天終於完成了一日消防員的任務 袁凱教官不曉得今天給我的表現打幾分呢 我覺得以第一次來體驗來說 我覺得有90分 堅持很重要 有時候其實 我們對面對很多事情 其實是需要一點堅持 那我覺得雖然說 以前沒有遇過這樣子的狀況 那第一次這樣操作 我覺得浴光今天的表現非常的棒 我覺得是90分 真的了解到消防員他們 平常的訓練 還有 要突入火場 突入各種災害現場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謝謝袁凱教官 今天等待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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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 掰掰 掰掰